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八位 李亲李静拥有着像日葵般的微笑 飞以渗透人心 非常的清雅客人 生气的时候 看着她的笑容也会烟消云散 她的眼睛不大 但是笑起来很像月阳 鼻子小巧纤细 她饰演出乔船的圆唇 真的很让人心疼 七 张泽天 张泽天因一张手捧奶茶的照片而走红网路 从而有了奶茶妹妹的称呼 她长得清秀 皮肤白景 脸也比较小 给一种舒服耐看的感觉 她跟刘强东结婚 真的让人很惊讶 毕竟两人年龄相差的也挺大 不过他们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宝宝 六 唐一新 唐一新 曾经获得深圳发展银行环保形象代言最具时尚甜美奖 她的甜美清新 气质古灵精怪 笑的时候让人看起来很舒服 她和张若云的恋情也是我非常看好的 要知道 爱笑的女孩运气都是会被宝奔 刘亦菲 刘亦菲是我们公认的神仙姐姐 她属于古典美 清纯 特别是她饰演仙剑极侠转 中的赵灵儿一直惊艳着我 不可否定的是 她有着独一无二的灵气 如今的神仙姐姐好像有点发福了 希望她能多多锻炼兽回来 四 郑爽 郑爽 她是90后的四小花旦之一 长相也比较清纯耐看 满脸的胶原蛋白和少女感 她性格耿直却又自卑 自从和张瀚谈恋爱以后 更因自卑整起来容 真想高喊一生 爽妹子 活出高贵的自己 三 刘诗诗 刘诗诗会智兰心 端庄清秀 她不算很惊艳 眼睛不大 鼻子也不是很挺 但是五官看起来很和谐 很有气质 也非常耐人寻味 她和吴奇隆结婚更是意想不到 两人结婚也满久了 啥时候才可以看到爱的结晶呢 二 赵丽颖 赵丽颖应该算是娱乐圈终点型 最有辨识度的一位女星了吧 圆圆的包子脸 忽闪忽闪的大眼睛 总会让人误会 她是不是带了美童 当然了 她的性格也是比较豪爽 耿直的 她有一种小家碧玉的感觉 银宝也是我们非常操心的对象呢 啥时候丘比特之剑会射像她呢 一 李若彤 李若彤出尘脱俗 冰清玉解 清纯可忍 简直无法形容她的美 相信大家都还记得李若彤 古天的版神雕虾对吧 她是金庸先生心目中的小龙女 更是我们心中清纯女神的代表 是她让我们相信 我小龙女不只是一个传说 时隔多年 我们的姑姑老了